摩天大楼放眼望去除了一片林蔭 窗外更看到一大片大海 澳洲是不少留学生出国读书会选择的国家 加上疫情解封后 中国人更是砸钱投资澳洲房地产 又以雪梨墨尔本最热门澳洲财政部公布 中国买家跟去年比成长了三成 光是今年前九个月就已经在当地购入23亿澳元的住宅物业 以往台湾人投资东南亚或是日本 如今澳洲房市火热 主要因为留学生多台湾人想移民澳洲 选择在澳洲制产 外加线在澳洲推出GTI计划 吸引高端人才移民 像是金融科技业人才 透过签证就可以快速移民 疫情解封移物市场被回流的留学生挤爆 有台湾人想买房也都抢不到 曾经自己买地盖房子花不到千万吸引台湾人投资 但澳洲房市行不管是出租还是出售都供不应求 但台湾人士想要在澳洲买房有严格限制 非购民或永久居民买家在当地置产 要先获得当地相关部门批准才能买卖 光是13%交易税购物凭证申请费 再加上每年要缴的地税管理费也是不少成本 房价持续攀升 想投资算盘可得大得精 华新闻林家杨永敦台北报道